任何结果的呈现都是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 这就是著名的因果论 纵观历史能够看透这些因果的人 北宋时期的邵雍就算一个 邵雍绝对是宋朝的保障人物 一生他只追求四个字 安平乐道 有人形容邵雍 他是多了一点烟火器的老子 少了一点烟火器的亡羊迷 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能与司马光 陈一等人成为至亲好友 还能两次婉拒皇帝出世请求的人 可不是雄朝人 那么邵雍为何能称得起如此赞誉呢 这是一个知识点 觉得有用 给小德一圈三两哦 点赞 留言 加关注 接下来跟小德一起进入故事 邵雍出生平凡 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在邵雍出生之前 邵雍的母亲就曾打趣的说道 让你当官你不当 这下孩子快要出生了 你能给他留点啥呢 邵雍的父亲就回答说 我这不还有满屋的书吗 不得不说呀 老子对儿子的本性掌握的 还是一清二楚的 邵雍呢 从小就也是一个小书呆子 小时候的邵雍呢 曾经待在书房中 十天半个月逐步出户 就为了读完一本书 所以年少时期的邵雍 可谓是博览穷书了 而邵雍到了16岁的时候呢 他开始了穷游天下 他的想法呀 就是用眼界激活知识的奥秘 就这样呢 邵雍用内心和双腿动物了 和珊之广阔 帝都之繁华 事物之兴衰 之后呢 邵雍又师从理智才 掌握了医学的知识 邵雍虽然天资聪慧 却异常的刻骨 每天呢 他都在书房中静坐 看着满屋的卦象和卦里亚 不断的研究 天赋再加上努力 智能终会变成亮 终于历经了20年的研习呢 邵雍终于参透了天刀人力万物 成为了参透宇宙奥妙的第一人 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代表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 除此之外呢 邵雍极其的擅长推演 甚至呢 还推演到之后的一万年之久 并且在一千多年前 他就用二进制破解了周一 其所作的黄奇金士 成为了命理界的必读之物 另外呢 邵雍还写了一部著名的英国人的著作 就是解释宇宙终极奥妙的《渔桥问对》 这本书呀 成为了人们参透宇宙的必读之物 那么书中对宇宙奥妙 有着怎么样的认知呢 你敢相信吗 一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 就能解开宇宙规律和天地法则 《渔桥问对》这本书呢 顾名思义 用用的是乔夫和渔夫对话的形式 来阐述宇宙的规律 天道法则的 一些随笔杂谈 听起来呢 有些漫不经心 但是确实呢 言简易改 受益匪浅 书中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说一下乔夫砍材的时候呢 遇到了渔夫 而乔夫就问渔夫 你能钓到鱼吗 渔夫回答说 能 乔夫呢 就再问渔夫 不用鱼儿还能钓到鱼吗 而渔夫说呢 不能 乔夫听了回答之后呢 立即来了兴致 就又问道 这么说的话呢 之所以能够钓到鱼 是因为鱼儿 鱼呢 是因为食物 导致自己被吃 但是人呢 却吃了鱼 让自己填饱了肚子 这样一来呢 都是为了吃的 却产生了不同的后果 渔夫呢 听到了乔夫这样说呢 笑了笑说呀 你这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你呢 只是站在人类的角度 来看待食物了 但是呢 对于鱼来说 吃不到食物呢 一定会死 而人呢 也是如此 我们呢 吃不到鱼 也会饿死 所以呢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呀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呀 乔夫听了之后 他却不愿意了 他说呢 难道你吃鱼 不得用柴吗 终究呢 还是因为柴火的原因 才让你吃到的鱼 而渔夫的回答 却更为巧妙了 他说呢 柴只是火的本体 但是呢 火才是作用体 只有柴 没有火 柴依然是无所用处 所以呀 你还是只看到了 事物的表面 没有东西 其内在和作用 不得不说呀 一千年前的这一段对话呀 着实精彩 我们现实呢 也正是如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呀 很多的顶级的知识呀 需要自己参悟 才能得到 而这些知识呢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但是如果对标起来的话 我们大多数人 又何尝不是书中的侨夫呢 只知道财 却不知道火 只看到体 却没有看到作用 所以从于侨问对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圣人呀 看待世界万物 是以目观物 以心观物 以理观物 三者合一的 也就是说呀 摒弃了自己的主观的意愿 以物对物的方式 来看待世界万物的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吗 那么既然如此 那么天道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既然如此 书中又对天道有怎么样的描述呢 你敢相信 一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 就能解开宇宙规律和天地法则吗 面对行间作恶之人 我们时常将恶有恶报挂在我们的嘴边 让自己消气 但是现实中 确实有很多作恶之人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 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不是真的呢 于乔问对这本书呀 就给了我们答案 乔夫问于者 人们都向鬼神祈祷求福 这样能得到祝福吗 于夫的回答说 善恶是人说的 但是祸福却是天给的 自己做下的祸事 必然逃不了 但是上天所赐的灾难 就算是向鬼神祈祷 也没什么作用 还不如做点善事 这才是君子的本分 听了于者的这番话呀 晓得立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不就是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吗 而接下来 乔夫又问 那为什么做善事的人 却遭受到了祸事 而做祸事的人 却又得到了好事呢 有幸的人 也有不幸的人 幸不幸运 都是命中所注定 而当不当 却是愤 大家是不是听着 有点摸不着头脑呢 其实呀 乔夫也是一样的 乔夫呢 就追问 什么是命 什么是愤呢 于夫就说 做坏事的人遇到福分 那是命中注定 但是遇到祸事 那就是自己造成的 但是经常做好事的人 遇到好事 就是他们自己 做善事基辅而修来的 但是如果遇到了坏事 那就是命中所注定的 所以呀 祸福来源于 天命和人力的双重作用 有的人呢 做恶却命好 自身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有的人呢 却做善事 却命不好 也难逃其祸 但是多做善事 却可以让其 免受其他的祸事 而只做恶事 也会拥有其他的祸事 看到这里呢 小德觉得呀 这不就是 敬人事 听天命的道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这样 更多精彩 请看小德的主页 你们认为 虞桥问对中的 宇宙奥妙 是不是能够改变 自己的宇宙观呢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最后记得 给小德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哦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